一鸣二运三风水 风是好坏和你大有关系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姜汁命令讲堂 今天小姜汁主要给大家讲讲 面相出现这七种变化 你会越来越穷 所谓向游新生 当我们的心境根质改变的时候 面相自然也就会发生改变 届时我们的运势也会随之改变 所以说面相七年一变 这七年就是一段心态转变的时间 当面相发生改变的时候 我们可能察觉不到 但当面相彻底改变后 我们就会看出来 面相的改变并不是什么稀有的事情 毕竟每一个人的境遇不同 他们的经历和心态以及性格 都会有天差地别的差异 就连一个人七年前的自己 和七年后的自己也都是不同的 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发现 自己的面相已经在不知不觉中改变了 所谓的向游新生就是这个道理 如果一个人在七年的时间里 经历了很多困苦 整个人都充满了偏激和愤恨 那么这个人的面相 就会慢慢变得凶狠起来 但是如果一个人在这七年里 一直在安逸的生活 那么这个人就会慢慢失去了斗志 届时他的面相就会显得很颓废 整个人都没有朝气等等 以上都是面相 因为我们的经历和心态 发生改变的例子 所以为了保证自己有一个高颜值 那么最好时时刻刻 保证自己有一个好的心态 有了好的心态 即使一个人处于贫寒之中 那么七年后 也会有一个十分漂亮的颜值 但如果一个人没有好的心态 即便处在了富裕的环境中 七年后的你的面相 也可能变得丑陋 一个好的面相 能够帮助我们增加我们的运势 让我们无论做什么事情 都会更加顺利 但是一个不好的面相 就会导致我们逝世不顺 故而我们绝对不能轻易 忽视面相带来的变化 那么越来越富 或者越来越穷的人的面相 都有哪些变化呢 接下来小将之给大家 具体介绍一下 一 越来越富的人 有哪些面相变化 一 头发突然变黑变亮了 千万别小看头发 头发暗示变化 往往是最快 最直接 最灵验的 头发突然变黑变亮 说明你这人的气势 由原来的弱变旺了 用中医的话说 就是气血足了 气血足肯定就精神好 所以我经常强调一句话 精神好 运气一定好 因此你每看到大富大贵 或者有喜事好事的人 都绝对是容光焕发的 肯定没有头黑脸黑的 如果你近段时间 或者这一二年来 头发突然变化很大 变得乌黑发亮 说明你一定要有好事 好运要来了 未来的你一定会越来越富 二 眼睛变得炯炯有神 有人说这个是不是带点主观性 就是说你看是炯炯有神 他看不一定是炯炯有神 其实这里面有一个标准 就是眼睛里黑白分明 神采出入自如 这是精力好 精力充沛的象征 精力好 看事情做事情就清楚 思路清晰 不是没有道理的 所以如果你的眼睛 有原来的暗淡无光 突然变得很有神采 当然不是人为修饰的情况下 也说明你的好运气要光临了 财运也会越来越好 三 鼻翼突然变后 也有人会奇怪 这个鼻翼不是固定了的吗 怎么还会变 当然会变化 面相时时刻刻都在变 这是真理 只不过有时因为过于细微 不为人所留意 有些人没有钱之前 鼻子普通的很 一旦有钱 鼻子会变挺直 甚至有的人更夸张 鼻翼会突然变后 这个现象预示着一个人 要开始走上 踩远滚滚的好运了 如果你是男人 也有可能预示着 会娶一位得力的妻子 四 下巴变得丰厚 下巴历来被我们视为 是我们的福气之所在 所以如果一个人的下巴 变得越来越丰厚的话 那就说明 其自身的运势 也在不断地提升 从而使生活越来越富有 此命生人 不仅自身运势 十分强盛 而且随着时间的流逝 其身边人的运势 也会随之 水涨船高 进而促使其生活 更加的美满幸福 五 耳垂变得硕大 虽然我们的面向 会随着体重的增加 出现些许变化 但是耳垂 却几乎是不会发生变化的 如果一个人的耳垂 突然之间 变得十分硕大的话 那么就说明 其自身的运势 也在不断地增长 如果命主能够在这时 及时抓住机遇的话 其未来生活 必定会迈上新台阶 进而促使人的生活 更加的圆满 安康 六 支甲变得有血气 运气不好的时候 很多人的支甲是白的 这时往往运势不好的 但是这样的支甲 到了某一年 突然变得有血气起来 也就说明 好运要来了 支甲的变化 也跟气血有关 人算一个整体 身体变化 跟财运 皆有关联的 如果支甲 开始变得有血色 这也就说明 此人近期的财运 在回升 将来也会越来越富有 二 越来越穷的人 有哪些面向变化 一 印堂深锁 长皱眉头 印堂位于两眉之间 有成命宫 对一个人一生的运势 产生重要的影响 而印堂紧锁 是指印堂处 有很多的杂毛和杂纹 这种人一般内心比较压抑 经常愁眉苦脸 时间久了 眉头都会变得发暗发黑 这种人一般做点什么事 都得思索好久 很有城府和心机 为人非常挑剔 时常会感觉到不快乐 好像全世界都对不起他们似的 看什么都不顺眼 时常板着一张脸 所以人缘非常的不好 而印堂位置 代表人一生的钱财 事业和婚姻运势 即使有钱也难以守住 会越来越穷 二 满面黑云 脸上凸显黑色 并且透出皮肤的表层 要是额头灰黑色 显示出家里祖上丁优之患 如果两个太阳穴 连接颧骨都是黑色 男主丧妻 女主丧夫 街主家运破百 大破财运的信息 三 手掌变得平薄 干枯无力 在首相中 如果一个人的手掌 后世有弹性的话 这种人一般身体 比较的健康 非常的有活力 人也很聪明 事业财运都非常的不错 而如果一个人的手掌 开始变得平薄 掌心也非常的平的话 这种人财酷薄弱 没什么财气 挣钱也比较辛苦 而手掌干枯无力的话 大多因为年幼时 营养不良所引起 说明从小家庭条件比较差 身体素质不太好 从小吃不少的苦头 从而财运受损 以生辛劳 四 腮部无光泽 人的运势也会从 腮部的色泽上看出 如果一个人的腮部 实施红润有光泽 则说明此人好事临身 红韵势不可挡 日子也过得舒适安逸 如果一个人腮部无光泽 皮肤也干涩如枯 笼罩一层灰色 则表明此人近期 诸事难遂 事事操劳辛苦 五 鼻头赤红 鼻子影响着人的财运 鼻头如果出现红疮 或者赤红不退 这代表此人近期财运会受损 在最近的一段时间里 赚钱困难 存钱也不易 财运自然会越来越差 所以如果你有了此面相 在未来的日子里 就应该收敛自己 不要贪图享乐 及早控制不良嗜好 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念 六 毛发干燥 如果最近发现你的眉毛 或者头发都比较干枯的话 色泽有些发黄 则说明你最近财运不佳 需要多加注意 这也是面相上的一种变化 当面相出现这种变化时 就应该尽可能的管理好 自己的财物 避免浪费 同时也要尽可能的 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 放在赚钱上 这样一来 才能避免给自己的生活 造成太大的影响 否则财运下滑 不但容易收入会受到影响 而且还容易破财 这样一来 经济压力只会越来越大 七 额头发际线变肩明显 这里是指额头上的发际线 表现出十分尖锐的外形 面相上对于这种发际线 也有着美人肩 美人灼的说法 一般来说 额头拥有这种特征的人 身体健康不会很好 而且缺乏正确的理财观念 所以在一定时期内容易遭遇破财 古语云 有心无相 相逐心生 有相无心 相随心灭 就是说 一个人的面相和他的心是分不开的 运随心传 一个人的近期运势 同样也会显示在他的面相之中 想知道你的近期运势是好是坏 观测一下自己的面相 你就能推断出来了 好了 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记得给小姜之点点关注和小铃铛 小姜之会继续给大家分享 更多有趣的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